大家好 我是本琼斯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英国通胀率继续下跌 这也致使欧元区经济放缓 是否会影响到英国的担忧日益增长 与我连线进行讨论的嘉宾 是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阿里斯泰尔·卡瓦拉 今天公布的上月通胀率数据为1.2% 低于多数人预期1.5%的目标 这样的下跌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并未预测到数据会如此的低 虽然有料到会出现校正 但下跌的幅度着实让人惊讶 该数据是2009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当时的经济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确实现在的通胀水平很低 这个月的预测值为1.4% 目前这还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但如果英国央行决定推迟升息 更多的负面时刻可能会发生 市场此前预计 2015年第一季度 或者第二季度会调息 但现在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 那就是调息可能会发生在第三 或者第四季度 市场预测英国央行 会更晚的时候 才会将基础利率上调高于0.5%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目前英国表现不佳的工资增长水平 然而有一个积极的事情是 低通胀率让大家的工资不至于贬值太多 此外如果通胀继续下跌 英国央行设定的2%的通胀目标 就将会远离现实 从公共债务的角度来看 温和的通胀率特别重要 因为在当前的国家债务水平下 通缩和价格下跌可以令消费者省钱 不过在低通胀率的情况下 需求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虽然1.2%的通胀率 不会暂时激发过多的焦虑 但继续维持的话 英国经济的前景很难明了 明天将会公布失业率数据 该数据是否会低于6.2%的大关呢 我认为这非常地有可能 下一个预测可能会重复达到8月份的指数 失业率可能会为6.1% 所以现在看到通胀率回落 这会是一个有趣的时期 但阅读数据总是有所波动 总体来看 失业率是成下降的趋势的 这都可以从市场的统计数据中看到 例如雇佣员工数量 在过去几个月 虽然有所减少 但总体来看呈现一种积极的趋势 因此我们预测通胀率回落 会有所改变 到今年年底 我们预测该数据会稍微低于6% 不过情况最终将会如何发展 仍然是未知的 这也将取决于全球的经济状况 特别是欧元区 最后一个问题 欧元区的问题对英国的影响有多大 该地区经济形势的恶化 是否会给英国央行带来问题 只要没有意外 英国能够在经济增长方面保持独立 那么该国经济增长 以每年3%的速率上升 而欧元区却只有1% 但最近我们看到欧元区 对英国的数据产生了影响 商业信心指数 特别是极大的影响到了 对出口依赖更大的制造行业内的众多企业 不过对服务业的企业影响 还是不够显著 但如果欧元区的经济 再次陷入衰退 那么对服务企业的影响 很快就会发生 对英国经济的增长预测 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欧元区避免了衰退 而低需求和低地区活跃度 也同样无助于英国的经济增长 阿里斯达尔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关注独告四倍碟史 再见